今天主持人 許主席 蘇院長 還有我們在場的貴賓 那尤其是我們要特別向今天的 公民提問的這些提問的朋友們致意 那今天在場也有我們特別邀請來的 很多社會各階層的代表 包括我們的年輕人 還有代表我們在鄉間努力的發展 在地經濟的一些朋友們 今天的過程中 我們聽到了很多社會關切的議題 也聽到了很多精彩的意見 但是我在這裡要再一次的 向許主席致歉的就是 您剛才問了一連串的兩岸的問題 都是大哉問 那我也希望在我的第四次的證件發表會裡面 我會完整的提出來 您所提出來的這些問題 我的看法 跟我整個對兩岸問題的一個完整的思考 所以很抱歉今天在結論的部分 沒有辦法回答您的問題 我要把這個焦點移轉回來在今天我要講的這個主題 也就是我們的經濟問題 我們的就業問題 我們的城鄉差距的問題 還有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夠達到我們要達到的目標 那麼今天我所提出來的在地的經濟的產業的發展的一個想法 一個規劃 我相信我們這個社會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是在同時會被解決的 我們如果能夠成功的發展在地的經濟 我們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我們也可以讓生產跟市場連結 我們可以解決我們農業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也就是產銷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因為在地經濟的發展 讓城鄉的差距連結 讓城鄉連結讓差距縮小 我們也可以讓農業可以在新 我們可以涵陽土地可以舒緩糧食不足的問題 我們也可以活化台北以外的地區 提升各區域的居住的品質 我們更可以讓人民留在自己的故鄉 達到首都減壓城鄉平衡 國土多核心的發展的目的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到的 就是剛才蘇院長一再的提到老人照顧 跟長期照顧的問題 那蘇院長提出來的說要有社區的照顧的體系 這是我完全贊同的 社區的照顧體系 必須要有足夠的社會跟經濟的一個成熟的社區 在我們的經濟體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如果我們有在地的經濟 讓我們的鄉村充滿了活力 讓我們的鄉村有很多不同形態的行業 產業還有人口的結構 那是一個最適合我們在地照顧 社區照顧的一個最佳的條件 跟最佳的情況 所以在地的經濟 可以替我們的在地的社會安全體系 跟在地的救養 跟在地的長期照顧 提供一個非常良好的環境 那麼在這裡 我還要再繼續的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來執行這個在地的經濟的這個方案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國土空間的利用 包括土地利用跟水資源的調配 要做更合理的規劃 必須將生產生活與生態結合在一起 再加入創新創意文化人才等元素 才能提高在地產業發展的能量跟能力 我們也特別要注意到行政區域的劃分 必須配合國土規劃的進行調整 現在的行政區域已經改為五都十七線 這些是因為政治的因素 不是因為我們產業跟經濟的導向 所以未來必須要做進一步的調整 我主張在調整的過程中 我們採取漸進式的自然結合 擴大整病的模式 先由目前的五都或六都作為中心 與鄰近的縣市進行產業、經濟、文化、教育 各層的交流、合作 逐漸形成共鬆共融的集體意識 未來行政區域的擴大整病才會水到渠成 行政區域的擴大 表示我們地方政府的職能跟能量也增加 將來地方產業、在地產業、在地經濟的發展 我們的地方政府將要挑起主要的責任跟主導的責任 也只有地方政府才能切實的落實這一些任務 因此中央跟地方的權責必須要調整 讓我們的地方能夠負起更多的責任 有更多的財政的自主 謝謝